我们现在集41个积分 跟QPR并列排名第一 然后上期问大家 这个董事会要求问题 我自己就查了查 发现要挂 怎么说 这个要求非常高 盈余达到这个数 不可能挣这么多钱 然后我转会资金 转会资金不是我挣的钱 然后球队增值10%也非常夸张 因为我基础的钱太多了 一个billion 然后你在一个billion上 基础增加10%就是1000多万 怎么可能 就是我上上赛季 突然间有了很多钱 其实这是一个bug 其实这个bug本身来说不好 因为刚才看那些董事会 对资金的要求会非常高 会变得几乎 就是不可能完成的 如果他不改变要求的话 早晚会被解雇 所以唯一的办法 就是不要触发这个bug 我当时触发这个bug的主要原因 是因为我雇的清训太多了 就是清训的队员太多了 因为清训的这些东西还是非常费钱的 一两周不明显 但一个赛季是非常费钱的 一两周是这个 当时我青年球员总数可能十几个吧 每月的费用差不多当时是100多万 然后一个赛季下来就是2000万左右样子 当时我俱乐部总共的钱可能才有五六百万的样子 所以一个赛季就亏损了差不多1000多万 然后你亏损太多的话就会触发这个bug 你感觉上其实哪个财团接手了吗 突然间给你很多钱感觉是好事 现在刚才说了吗 董事会要求会向提高 但他在提高的要求 你是根本没有办法完成的 所以其实这个bug不是什么好事 希望这个升完英超之后 董事会要求能有一些变化 那天还有观众问我 如果中国队邀有我会不会去 中国队也好烂 暂时我也不想去 还是说 先把精力集中在这个俱乐部上吧 课场写周三 可能三升表 我们自己有啥这种题吧 也可以休息一周才有比赛 嗯 长得像鲁卡库 线上比赛就很少有在这种 夕阳夕下的时候提比赛的感觉 没有力量 不射 没踢到 啊 哇 这么好的机会 佩佩 大圆角踢一篇了 哦 从身后铲球 我竟然铲到球没铲到人 哈洛波漂亮 1-0 反过最近表现不错 我会进两个球 需要点速度 哲吉尼提这个前要的 蒙特 内格 罗蒂 左边监卫 我建议查德森提前代课 我建议查德森提前代课 不进攻 我不进攻 那混过就算了 多少脚没穿过准 我按着护球 球怎么掉的 靠 我去看眼淡幕 然后我那边这护球 球怎么被他抢下来的 他就设了两脚门 都是在八十多分正式 有一脚我说他在混 然后第二脚就进了 诶 这门将七十了 可以啊 等我都培养起来 我也被解雇了 果然QPR排第一 没关系 我们还是模拟过去吧 我相信我们队伍的失利 而且这个 首发队员也都回来了 出国参加比赛也都回来了 最近状态真好 3-1 1-0 3-0 跳过2-1 我们主场踢的可以吗 连那个排名第一个对手也能赢 拉卡泽特不是我那拉卡泽特吧 是我之前租界拉卡泽特吗 陪莱雅一个点球 然后戴克五十分钟进了一个球 对手八十分钟才搬回来一个 克场对于这个布莱克本 我们换到这个Tip正绒吧 自己来踢这样比赛 Tip正绒也挺好玩 Tip正绒贾里森其实也挺好用的 贾里森就是星术少一点 身体单薄一点 那跑位和射门还是不错的 戴维斯也成长起来了嘛 我这次暂停看你们这个弹幕 谢谢孙悟悦啊 黄大德 横川靠 越位了是吧 又越位了 我要跟你们说我给的是远端的那个安德鲁你们信的 带维斯回来 裁判 带维斯片点球真是有一套 上期有一场也是从禁区边上突进去 然后被对方插了 暴击粉 哎呦 这两个人突对方向了 我还是近了1-0 82分钟 暴击目前维斯可以 就两个球了 加一块出场四处不超过五次 暴击怎么用右脚法 我以为暴击是左脚 击毁 击回戴维斯 进吧 漂亮 2-0 进不是分钟 1个助攻 一个进球 戴维斯这魔形不错 感觉就是鲁尼外加四颗星 全场比赛结束了 客场最后还是赢下来 哈罗伯 哈罗伯 比赛不少 闹什么闹 然后再回到主场 主场一般都是 2比0 2比1这几连 不过对面状态不错 第二个 主场站平了 对面还发誓一个点球 一分钟就拿到一个点球 这不扯的吗 1比1可以接受 毕竟QPR最近踢的不太好 QPR落后我们一个积分 主要是第三名之后 队伍跟我们积分差距就更大 6个积分 诶 掌益都要60 啊 还不错 可能因为最近成绩不错 那场上来还是客场 而且这个队伍刚提过 那这场比赛 客场模拟过去吧 队伍体能没有问题对吧 模拟过去 反正连人两个客场 输了就输了 对面这个状态这么差 没赢过最近 跳过客场竟然赢了 2比1非常好 主力中后卫上 直接被救护车运走了 这个中后卫就是那大光头 从这个都领转回过来的 两个月 我去 这个后卫还不错 速度和身体都挺好的 在客场 张正好想登场 就像张提吧 又进了 好门匠 好门匠 机会 好像又越位 果然又越位了 进吧 漂亮 蒙特内格罗 终于进球了 他就是太小了 一击就开 这次后卫没有贴上来 加米森 搓偏了 看他越位的时候都搓进去 你看这锅 这锅感觉就在RB了嘛 然后呼叫加米森过来就跑过来了 就是跑的有点太近了 把射门角度都这个跑没了 好嘞 威廉姆斯2-0 威廉姆斯射门其实非常好 找不到QPI在哪呢 一会儿出去看积分榜嘛 QPI赢了 第四个嘛 主场战胜了白里顿 白里顿是不是都已经跌出前六了 快了 现在排第六 不过我们和第三名的积分差距 可是扩大到了8分 这个挺好的 其实第一名第二名倒没太大所谓 我明显在用他呀 加米森替比赛不少啊 中创的时候这俩人他还得卖 加米森其实我觉得用的还挺好的 苏建盟将回去了 拜拜 谢谢你对我们球队做出的贡献 果然主要是市场开启了 我说这两个人这个赛事折腾呢 皮雷斯和加米森也都决定可以 都决定要离开 兰达德也决定要离开 加米森还是有些舍不得的 我先不管这些人了 我先再去签点人才是正经事 因为他七千六 我最重要的球员 原来一个小黑人跟你签一份合同 我就喜欢这种又黑又壮的 签你吧 78 23岁 厉害了 23岁就78 他叫远射 盘球还这么好 夸张了这个 他盘球竟然有91 但只有两个形式 26岁80 来吧 合同没到期 那也怎么在我名单里 这位观众推荐 23岁77 这不错 速度有些慢 没练姆斯那种类型的 签过来 提签腰怎么样 三颗形式 23岁77已经很高了 签过来 23岁75 这也挺夸张的 1米8 89 速度敏捷76 盘球84 可以啊 签 穆赛特 好了 这些就是我选签的人 不老少了 加一块 六七个 在主场 对布莱克本 对面状态一般 一场还设施个点球 第二锅 0比0 对面54分钟 还罚了几个人呢 租资圈归队 突然回来了 这应该是一个中场 数值50多 应该没什么用 豪斯 这个中后卫 同意了我们的合同 太好了 应该还有两个人 给我们回复了 这个签封也同意 不错 23岁75 跟加米森已经很像了 这也没有中场 也同意了 好 哇 你就加了点薪水 别这样 多加点 来个1000 加那点薪水 还没有签字费多 最近这个优酷的评论不是坏的 我们读读评论吧 然后再结束 我现在回复不了评论 比如我打个1 刚要点评论 他就更近评论失败 请稍后充实 快充实一个月啊 没那么夸张 快充实两个礼拜了 也不管用了 正好咱们这个视频里 恢复一下评论 邱哥最近发现 他应该说是PC的事情了 W-件什么的 我没有PC 我不太清楚 但是 杨童梦我知道 他这个给过好多 就是生涯模式的时候 给过好多特别好的建议 另外 祝你这个高三学习愉快 好好学习 少玩游戏 小明 一球哥在FIFA时期里 用343 什么效果 你自己试试吧 我不想试 我估计这个后防线会打爆 因为343 总是说没有后腰 就防守的层次感 不是太好 如果中路打进来的话 很容易就是 防线就被打爆 沙发晚了一步 谢谢大家对我视频的支持 然后这个 所以 你是 你是说 你有这么多好好的球员吗 恭喜 麦波恩斯的威连森 你说买吧 我记下 科比 锅米 都无敌 他应该同时支持科比和锅米 踢周赛 好容易心态爆炸 这确实是真的 反正我现在周末没时间吧 就踢不完 我一般就踢5场到4场左右 所以就还好 但有一次我印象中 周五的时候直播踢了十几场吧 踢完好累好累 还是以玩为主吧 踢的太累就算了 那点奖励其实也还好 为游戏不太值当的 老尔22 贴吧看到有人说 R1有变相 突然变相效果 这又变成忽悠队友接情了 这应该是L1有突然变相的这个效果 其实 非有17 非有16就加入 sorry 非有16就加入 无穷上升好弄嘛 然后按着加速说 点L1再加方向 会有这个突然变相的效果 R1没有这个作用 你很厉害啊 太菜了 优酷用乎 I don't know 这应该挖坟呢 就不管了 半死说实话 看了这么多教程 就学这个学会 这个要运用好了 会非常牛逼的 而且跟电脑梯也 我觉得也非常管用 就是传接球会容易很多 TKS 一球哥 买路易斯库克了吗 据说潜力84 之前用过的队员 我尽量就不玩 尝试一些新的嘛 微信用户 63151329 59 好长的名字 一球哥买点小大牌 我会 TKSG 比赛全赢自然分高啊 要不然一球自己好好打一个赛季 先更曼城生涯 当然比赛成绩也有关 但是他对财政要求好像也是很看重的 曼城生涯我这里说一下吧 因为 曼城生涯 队伍比较好嘛 然后我踢起电脑来没什么挑战 所以 就 现在没什么踢的兴趣 而且曼城 因为队伍比较好嘛 我又不想随便签人 然后又限制一些规则 所以交易的乐趣也减少 踢前难度这么低 所以就没有什么兴趣做 暂时先放在那吧 什么时候有兴趣再说 宇湘三 阿姆斯朗换7号 他在那个刘哈瑟是7号是吗 我争取能记下来吧 路易斯白斯特 谢谢你给我对这个盈余的讲解 前面也是看看大家的这个评论 我才明白是怎么回事 很多用户73069 大壮换号码吧 大壮是谁 阿姆斯特朗 杨东 又是他 该的第一个评论 就是他给我讲了这个 反正非常感谢大家 给我讲这盈余的事情吧 反正以目前情况来说 如果董事会不换目标的话 我们早晚会被解雇的 闻里面上比赛 换三四二一对吧 刚准备反击 就被角球搞一个 电脑真太牛逼 OKYES 咱没打开视频之前 以为球会变帅了 这是讲那个控制队友 跑背的那个视频教程 哪天要去整容吧 支持陈思德峰 谢谢 阿兰 出什么 请问4112的20 412的窄吗 对 太菜了 我水平一般 Cage923 感谢球哥的清准翻译和推荐 也谢谢你的观看 希望视频对你有所帮助 打打瞌睡 看标题第一反应是苏克 这俩什么不一样 这给我解释一下 罗马 欧里耶吧 应该是我们那套指楼里的 右边后卫 我记全名字 我尽量 我尽量记住吧 因为我在海外 所以有时候看这个中文解说 足球比赛比较少 所以我不知道有些人中文是怎么翻译 有时候瞎懵 老哥等级好高 你说我吗 92右上角那个吗 正好用时间比较长 索那德 到三角 船球会好点 普通船球速度会好慢 按什么船球会好点 如果前往左右没有人的话 你预备的时间比较长的话 可以点三下 长船 就是这叫地滚球的船中 还有一个就是RB加短船 就是大力的地滚球的短船 效果也是非常不错的 反正我倾向RB加这个低滚球的短船 可能会多一点 而且有时候我在反击 或者需要快速把球推进的时候 也会按这个船球 还有就是接球人和船球人距离太远的话 这个船球也是一个好的选择 球速比较快 对手断起来不太容易 阿多屌爆了 我错了 不是瓦兰西亚吗 你自己回复自己 中二病的达文西赞 谢谢啊 绝杀学巴萨输球的贼6 我们这个视频底下 尽量不搞这个球迷之间的互相攻击啊 试比赛就有输有赢嘛 也没办法 不过巴萨踢大巴迪那样 表现是不是太好 感觉主场回去翻盘的希望 不是太大 但是谁又说的好呢 切尔西之天 尼球哥再不拿冠军就要被炒鱼了 对啊 涛涛 阿多长老家叫法 老家 这是那个 老家最早做的这个大夏队 当时我选大夏队的主要原因是 因为他星数最低 其实选个 选个一星 选个两星的估计 就没那么多事 曼城这个 我刚才已经说过 看一球哥视频好 开森 到管买的好不好 总想说玩的还凑合吧 也有表现不好 是吧 谢谢 风珠灯影一球真是厉害 地板冠军是吧 耶 其实还好吧 地板冠军也有运气的成分 卫生超 对啊 不过这个赛季应该差不多了 感觉一球哥的两个变后有点不行 新来的那个萨比亚觉得还不错吧 左边后卫稍微差点 左边后卫感觉没什么速度 先将一会踢吧 你球的头好奇葩啊 刚放出来 杨童目 倒到后前了 然后再之后那场比赛 换3421 就是看到他这个评论 我才想起来 可以换阵形这件事情 但结果还是被电脑搞了 当时这个承诚之路 我是问问大家 希望看这个全场比赛的视频 全场解说的视频 某某 反正都可以 他的意思是 就是解说自己的视频的时候 可以说一些感受 对不对 其实当时踢的时候也没这么感受 大部分时间都是一些 一些机械的动作 或者或者什么吧 有时候踢多的都不太思考的 别人的解说 其实相当说更客观一点 而且高手 毕竟能学到的东西更多嘛 但是我自己水平也有限 有时候高手的东西我不 我不一定都能看出来 而且解说的也不少了 再解说些别的 我争取看看吧 优酷用户7212 一球长 说视频次数长了 祝贺我拿到D1 谢谢TKSG 然后Mate的影子 谢谢你对我的支持 FAV17主要原因是 就是SKUMS不太晚用了嘛 所以需要更多练一点传供 而且直接传供练好了也好 你可以这个无缝的带到FAV18 甚至FIV19 传供FIV哪代都是一样的 对不对 陈瑞佳嘛 要丢人了 这几个字只剩下第一个 希望能讲一下各种SKUMS的最佳应用场景 我感觉SKUMS就是应用的时机老实不对 SKUMS的话 其实可以看别人怎么做 或者你看我是什么时机 然后你也可以在自己的比赛里尝试着用 其实差不多就是这个时机 但是SKUMS要一个一个连 一个掌握之后再练另外一个 不要一下进来太多 反正先练几个好用的呗 像什么假扣 SKUMS或者各种SPIN的 还有包肉这系列的 我在什么情况下用的 你也照猫画虎就是 然后你都熟悉了之后 你就可以发掘自己的东西了 其实这个没有对或不对 正现在后面的评论就回复过 不知道大家对这种形式感觉怎么样 不管怎么样 非常感谢大家观看今天的视频 希望大家喜欢今天的节目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